尊敬的最功修 最呼法 大家吉祥 托佛 我們今天這個佛二 也借這個姻緣 再繼續跟大家來做一個學習報告 剛才早上已經跟大家簡單的介紹 什麼叫做三不退的菩薩 第一個我們早上已經為大家說明 第一個就是為不退 這為不退啊 一般在修行裡面呢 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 真的很不容易 在這個佛法的行持 得到為不退的就是阿羅漢 所以我們佛為我們講得很清楚 阿羅漢 我們看下面的阿羅漢在這三種不退啊 阿羅漢在這三種不退呢 他只有贈得一個 很難得 很難得哦 已經決定不會再退轉到這個地步了 所以稱為為不退 但是我們今天來想一想 好 我們想一想哦 你去思維一下 那 鄭德阿羅漢在這個環境 早上早上已經跟大家講過 他已經把四項突破了 而把八十八品見獲斷見了 心心疏忽的正的阿羅漢 在三不退裡面 他才能夠得到一個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他是沒辦法 你想一想 今天我們一品煩惱都未斷 反覆一個 升到西方其他世界 你就得到三不退五上 你說這個法門你能相信嗎 真的很難相信的啊 你能夠修到這個阿羅漢的身份 已經很難得了 但是今天你想一想 我們往生到西方其他世界 不但你能夠為不退 三不退 通通你就真的了 所以這個法門真的很難相信的 如果今天不是釋迦牟尼佛為我們證明 親自為我們說明了 我們真的很不肯相信的 你要知道這個道理啊 但是沒辦法啊 明明的佛已經為我們說明 已經為我們講得很清楚 但是有一些眾生 不要說我們連菩薩他都不相信 那也沒辦法呀 他只能用什麼樣的形容 叫做什麼 可憐的名字啊 明明知道 有這麼好的一個環境 有這麼殊勝的一個環境 有這麼好的一個老师 再加上又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能夠跟這些同山道友 聚會一觸 而且這些同山道友 都是捕捉佛的 都是等劫菩薩 都是厚捕佛的 這些同山道友 都是我們的長輩 都是我們的兄弟 明明的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還不想去 這個也沒辦法呀 說真的 釋迦牟尼佛苦口婆心 真的說實在 真的苦口婆心勸到眾生 但是我們眾生很難啊 太難了 所以我常常在想 我不知道你們 我常在想 在這個世上 什麼樣的人 真正有大上跟大福德大因緣 無論你修什麼樣的法門 什麼樣的人呢 你們不是常常聽見的人嗎 什麼樣的人才是真正 大上跟大福德大因緣 嗯 什麼樣呢 我跟大家來分享一個故事 我過去呢 有到台灣 剛剛相處這個法門 就是學習這個念佛法門 我們 大家都能夠 背這個五量壽經 讀這個五量壽經 五量壽經 裡面有一段故事 大家應該很熟悉 常常讀五量壽經的 請舉手 請舉手 請舉手一下 那才幾個人而已 那五量壽經裡面呢 有一個故事 什麼故事呢 就是說佛在講這一部五量壽經 阿瑟瑟 阿瑟瑟王 阿瑟瑟王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概念 阿瑟瑟王 余五百長者 聽了 這個釋迦牟尼佛講這一部五量壽經 起了一個非常歡喜的心 所以用這個金花來供佛 代表什麼 代表謝意 就是謝釋迦牟尼佛 來為大家能夠講這個無量無邊 最殊勝的法門 然後阿瑟瑟王就起了一個念頭 什麼念頭呢 說我將來成佛 我要像阿彌陀佛那樣 他只是起了一個念頭 被釋迦牟尼佛發現了 釋迦牟尼佛有神通嘛 發現了 發現了阿瑟瑟王有這個念頭 所以釋迦牟尼佛就告訴大家 他們這些人 阿瑟瑟王以五百長者 過去生中 曾經供養四百億佛 有沒有 下面的那一段 釋迦牟尼佛怎麼說呢 雖然他們那邊 雖然阿瑟瑟王以五百長者 曾經供養四百億佛 但是釋迦牟尼佛怎麼說呢 他說 雖然他們供養 但是上根福德永遠還不夠 你看釋迦牟尼佛 雖然供養四百億 但是上根福德還不夠 尊敬得罪同修大德 你想一想 供養一尊佛那個福報很大 四百億那還得了耶 為什麼不夠呢 福啊 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到台灣的時候呢 當我讀到這一段經文 我也起了一個懷疑 奇怪為什麼呢 後來經過學習我才明白 確實真的啊 雖然今天我們聽了這個法門 起了歡喜心 雖然我們聽了這一句阿彌陀佛 這個阿彌陀佛功德不可思議的 我們來念這一句阿彌陀佛 雖然你起了一個歡喜心 但是你沒有發願真正求生西方幾個世界 那就說明你的上根福德還沒不過 你很喜歡啊這句名號啊 你很喜歡這個法門啊 方便簡單容易 而且獲得功德無量無邊 你只是跟阿彌陀佛修點福報而已 你沒有真正發願 如果今天你真正發願了求生西方幾個世界 乃是你過去五量五邊等於什麼呢 那不只是百億啊 五量五邊諸佛國土啊 所以尊敬的最同修大德 真的耶 什麼樣的人才能夠大上根大福德大一面 真正發願求生西方幾個世界 那說明你的上根福德一面就記住了 那個才是大上根 才是真正大福德大一面 如果今天你只是來修點福報 將來得人生 能夠生在一個好德之家 好善之家 而能夠獲得五量這些福報 那你的上根 你的福德 還是不過 所以尊敬的最同修大德 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法門真的不容易啊 連阿羅漢修這麼辛辛苦苦 他才掙的第一個胃 就是胃不退而已 下面的兩個他沒辦法掙的 今天你通通能夠掙的 就算你還是反覆一個 你看 你的智慧 你的上根福德因緣 比那個阿羅漢更深厚耶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就明白了 能夠掙的未不退的呢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 突破這個四項 而把八十八元見獲 能夠這樣的斷進了 那你真的得到這樣的國位 那我們今天往生西方極的世界 那更不可思議 那行不退 這個行不退最重要的是指什麼 都是菩薩 度化眾生的心願 是永遠不會再退轉了 而且不會再堕在二層國位 為什麼呢 什麼叫做二層 二層指的就是阿羅漢屁師佛 我們要知道 阿羅漢屁之佛在行上就是在度化眾生 還會退轉 為什麼呢 因為眾生太難度了 說實在真的眾生好難度啊 能夠遇到一些很剛強的眾生 比方說阿羅漢 遇到一些特別在這個五濁二屍 這個剛強造業眾生 造惡業的眾生 非常難度 當他遇到這樣的困難的時候 阿羅漢屁之佛 阿羅漢屁之佛 他還會退心呢 他還會退心呢 他會想 他們會想 怎麼想呢 算了啦 不要度他了 阿羅漢會這樣想 真的耶 這個就是二層 二層講的就是阿羅漢屁之佛 如果他遇到一些眾生好難度的 跟他勸導他怎麼樣 到最後還不聽話 像我們這一類的 我們是屬於這一類的 他不度我們的 他就走了 所以阿羅漢他不主動的 菩薩他是主動的 所以在這個方面真的 我們說實在的 我們常常會有這樣的心態 念佛 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讓你不高興 不歡喜 或者我們到佛堂做一些義工 遇到一些逆境的時候 你會怎麼想 不幹了 你就退心了 我什麼都不做了 這樣不對 那個不對 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私人不對 我說我不好不幹了 我在家裡好好念佛 看電視 唱歌 該吃的吃 該睡的睡 很多人就這樣的想法 遇到一些境界的時候 心裡很難受 心裡很難受 什麼都不幹了 像我的大師兄 我的大師兄 他土地是最多的 我的大師兄土地 大概將近70多個 70多個 在我們師兄弟裡面 他最多的 將近100個 而且他又建立一個佛學院 這個佛學院都是培養這些法師的 有時候回去啊 會跟大家講講 講講開示啊 講講經啊 那其中有一個 尼仲的大學生 也畢業了 工作了 後來 發心出家 跟我大師兄講 我要發願修行 師父有什麼事樣 你要好好教導我 讓我進步 讓我怎麼樣 我的大師兄 這個機會來了 故意考驗他 考驗他 才幾次而已 故意罵他 講他 受不了 上更半月寫了一封信 跟我們師父 師兄講 對不起 我不能接受 跑了 還俗了 你看 真的好難度 真的 說實在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師父上人也是教我們 有沒有老師 有沒有聽話 有沒有真剛 什麼都沒有 是不是這樣 我們不是常常聽經嗎 我們 出家人 常常遇到我們 師父 師父會說 你要聽話 聽話的學生 都有福報 我們有沒有聽話 我們有沒有聽話 老實 老實 真幹 聽話 一個都沒有做到 真的好難度 說實在的 我們眾生都是有這種的毛病 真的 像過去這個 我在 那個剛剛出家 我有看過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呢 就是阿羅漢 聽佛陀講這個大乘佛法 起了一個念頭 我要修行菩薩道 被這個第四天 第四天就是我們的 道立天的天主 四體還原 被發現了 然後呢 這個四體還原 第四天就化為一個小孩 然後呢 等著這個小 等著這個阿羅漢 來考驗他 這個阿羅漢 剛好走過 遇到這個小孩 看那個小孩在哭的時候 問這個小孩啊 你為什麼哭 他說我媽媽生病了 看醫生也 吃一下也吃不好 但是呢 醫生說 如果要治媽媽的病 一定要符合一個方藥 就是要一個人的身體 來配合這個藥方 那在阿羅漢 因為剛好他發願了 要行菩薩道 就問這個阿羅漢 問這個小孩 你媽媽需要什麼樣的身體 我需要你的一個手指頭 我把這個手指頭給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得到的時候 走路走一半 又回來 好像我想錯了 不是手指頭 阿羅漢就問這個小孩呢 那你需要什麼 我要好像是心臟 這個阿羅漢呢 有神通嘛 他不會死的 就把這個心臟給他 阿羅漢啊 看這個心臟 這個阿羅漢真的不錯 你想一想 然後呢 拿到一半又回來 好像錯不是心臟 你想一想 後來呢 阿羅漢會問他 那你需要是什麼 好像一顆眼睛 阿羅漢就把眼睛挖給他 當這個小孩子 看到這個眼睛 在這個阿羅漢的面前 你眼睛很錯 丟在哪一邊 把這個眼睛丟在那個 這個地上 阿羅漢那個時候 好難啊 好難受啊 所以啊 他就退心了 當他退心的時候 這個小孩化為 第四天的身份 真的 行菩薩道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為什麼 十方以解諸佛如來 粗廣常舌向來 為我們勸道 哦 連那個 華眼睛幕後 文書普選 道歸極樂 樣樣的為我們表演 樣樣的讓我們知道 這個法門真的不可思議 這個法門真的非常的難得 而且難得 你能夠高西方極樂世界 你能夠獲得無量無邊的功德 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尊敬得這位同修大德 難道你看不出來 這些菩薩用心良苦 來為我們這樣做嗎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經典裡面 種種的為我們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正得行菩薩 不退的菩薩 是不退心 菩薩在難度的眾生 他還是想要度 想盡辦法 來幫助一切眾生能夠得利益 讓這些眾生能夠離苦得樂 了生死出三界 超越六道輪位 想盡辦法 無論這個眾生有多難 他會想盡辦法來幫助你 只要眾生的機緣成熟 菩薩就主動來找你 所以五量壽經裡面說得好 菩薩為眾生做不請自由 眾生不請他來 他酒動就來了 這個叫做什麼 大慈大悲 念念不捨眾生 來幫助一切眾生 這個就是行不退 爭得這樣菩薩的身份 這個是簡單的為大家 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所以你想一想 餵不退你也爭得 行不退你也爭得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如果阿彌陀佛在因地修行的時候 沒有發這個願 我們想一想 我們能夠得到這樣的福寶嗎 我們能夠得到這樣的福寶嗎 今天如果釋迦牟尼佛沒有為我們 介紹這個法門 那我們怎麼辦呢 這個就是行不退 而追溯身的是什麼呢 就是第三個的就是念不退了 是什麼樣的 修到什麼樣的程度 才能夠得到呢 只有明心見心 大赤大悟的法身菩薩 才會震得到 才做得到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念不退啊 你想一想啊 念不退只有法身大事 就是明心見心大赤大悟的 才會震得念不退 像慧能大師那樣 你想一想 慧能大師聽了一句話 因無所住而生氣心 就馬上明心見心大赤大悟 我們今天天天賭金鋼金 明心見心 也沒有正德 連小小的開悟也沒有 你說正德多難啊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能把它忽略 為什麼呢 正德念菩提的菩薩 念念都是去向無上的菩提 念念都是跟自性的般若 和智慧相應的 而他在這樣一條路上 直接正德究竟的佛果 精進不退 這個就是念不退 所以在中門裡面 就是我們所講的 就是在禪中 什麼叫做念不退 所謂的大赤大悟明心見心 在我們念佛法門 這樣的境界稱為什麼 叫做一心不亂的境界 所謂決定不再生煩惱 只正 真正轉煩惱為菩提 破一平無明 正義分發身 這樣的福報 唯有西方極度持續才有 而 而 現在 阿彌陀佛 百願尼陀地告訴我們 生到西方極度世界 是三種不退 一切眾生 一旦往生到西方極度世界 你們通通通 你們通通就正的了 你們通通就正的了 你看喔 明星見星大色大悟 在禪中裡面 我們所謂的就是這樣的境界 但是你到西方極度世界 餵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你通通去住了 你想一想 我們是反复一個一品煩惱未斷 臉小小的虚頭腕也比不少 但是你一生到西方極度世界 你所有的這些 通通你能夠具足得到了 所以為什麼偶一大師 在《彌陀經要節》裡面 特別來告訴我們 對這個法門 我們一定要相信 因為只有相信這個法門 才能夠幫助我們 真正操業六道輪回 了生死 這個就是你念佛的人 而所感到來的 念佛的人而所得到的 所以今天尊敬的 這個就是淨土法門的特色 你還不搞好念佛呢 這樣的福報就是你得到的 阿彌陀佛已經把這些福報 供養給十方一切眾生 接下來就是看我們自己的上跟福的因緣 如果你今天真正有大上跟大福的大因緣 你這個福報你通通具足了 今天如果你沒有具足這個上跟福的因緣 無論你怎麼念佛 雖然你歡喜 但是你不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你的福報只是跟阿彌陀佛借個言而已 修點福報而已 沒有真正的上跟福的因緣 所以尊敬的最同修大德 這個就是簡單來為大家解釋 我們修行念佛法門的特色 如果聽明白了 那應當要發願 這個只有發願 才能夠真正的大上跟大福的大因緣 這個是簡單來為大家說明 釋迦牟尼佛2500年前 已經把真理發明了 也發明這個宇宙的事實真相 那宇宙事實的真相是什麽呢 有沒有人知道 宇宙的事實真相是什麽呢 人還是離不開生老病死 這個就是真理啊 2500年前釋迦牟尼佛已經告訴我們這個道理 這個真理 你相信也好 你不相信也罷 但是事實上 人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突破這一個 沒有任何人能夠改變這一個 2500年前釋迦牟尼佛已經說了 2500年後也是一樣 沒有人能夠改變的 但是釋迦牟尼佛發明這個真理 最主要的要告訴我們一句話 你有沒有覺悟啊 那個才是關鍵 你有沒有覺悟啊 人有生老病死啊 無常是苦啊 你有沒有覺悟 所以我們每一分每一秒的經過這個時間 這個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把我們推向什麽呢 推向我們的增長 這個增長就是推向死亡的增長 每一分每一秒 我們所有的經過 今天又過了一天 明天又過了一天 霍天又過了一天 下個月又過了一個月 明年又過了一年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往我們的這個死亡的推 一直在推向 往死亡的推向 你們有沒有去覺悟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 為什麼我們要來學佛 學佛就是要開智慧 什麼叫做智慧 你想要了生死 這個就是智慧 你對任何一個人 不會去恨他 你對這個世間 能夠放下 沒有嚴重的去執著 不讓對一個人 不堅堅計較 不起了恨念心 這個就是智慧 你能夠念阿彌陀佛 將來發願求生西方的世界 這個就是大智慧 這個就是學佛 所以學佛的好處很多 能夠帶我們什麼 幸福美滿的教育 這個就是學佛 為什麼 因為你有智慧 人只有智慧 那事情就容易解決 人沒有智慧 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不但解決不了 也解決也煩惱 人生就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你們想一想 所以你們想一想 是不是這個道理 遇到事情的時候 什麼樣的 先第一個處理是什麼 我們的喜氣 我們的煩惱 不是我們的智慧 希望大家好好念佛 老實念佛 今天我就講到這個地方 明天或下個星期 有言我們再繼續跟大家說明 等一下我們準備大微笑 最主要的祝大家老實念佛 祝大家身體健康 聽話老實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謝謝大家